对魔导学院三五实验小队原作是咋完结的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来各位猜猜看这作品 谁才是真的跟男主情感双向奔赴 最后成为真正CP的 请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上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 结局完全出乎你的意料 老样子先介绍一下 该作其实是由柳石东贵老师 于2012年至2016年期间 在九川集团旗下的富士剑文库 所连载的轻小说作品 全篇共连载了13篇正片故事 两卷短篇番外集 我们2015年看到的12集TV动画版 实际翻拍了小说的前五卷内容 大致对应关系如史评所示 不过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 日本萎靡的动画业界的目标 刚从国内转向了国际 导致那一年 日本突然大量的将轻小说 翻拍成了动画来冲亮 这使得很多动画剧情 又没能体现原作的魅力 又感觉剧情模板化低龄化 导致有七部作品 在当年被戏称为青改七英雄 三五实验小队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讲道理 跟现在这几年的动画制作 水准来比的话 15年的时候简直算良心了呀 说回到正题 当年TV动画版的第12集 虽然演到了小说的第5卷 但最后的结局 其实跟小说的内容完全不同 不仅这个神棍反派凶煞 还没有被打死 男主也没能成功救出自己的妹妹 而且小说里面对失控的妹妹 男主当时决定是要把妹妹砍死 然后再自杀 结果男主把妹妹砍的就是个头的以后 后悔了 男主甚至把剑丢到了一边 跑上去抱足了妹妹 导致别人有机可乘 好在男主的师傅 就是动画里最后出场的那个剑豪 草剔大蛇 把男主救了下来 并将前来救助男主的女主角之一 魔女二阶堂真理 和男主一并带到了魔女所住的理事界去了 而妹妹的头最后被沈问会的老大 凤萨月 带去了Ultimist的公司 让声波一族的人研究妹妹身上的白鬼夜行的诅咒能力 去研究毁灭世界的武器与长生不老药 其实故事演到这一步的时候已经是相当复杂了 分了好几个势力 还有好多角色 为了后面的故事讲起来 不会让大家看得一脸懵 我这里按照我总结的时间线 大致给大家梳理一下 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故事 首先 在很久很久以前 人类世界的科技达到了逆天的地步 于是人类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神话世界 并且人类创造了一个可以试杀神仙的人造神仙 洛基 洛基将神话世界里的神杀的就剩奥丁了以后 奥丁在关键时刻将神话世界与人类世界相撞 撞出了一个拥有魔法的人类生存的新世界 即本故事所处的这个世界 并将洛基封印在了这个世界之中 而这个世界与洛基高度绑定 洛基死了 这个世界就会毁灭 但洛基作为人造神又长生不死 致使这个世界也就这样持续的存在了下去 不过洛基性格被设定成了喜欢毁灭的事物 所以洛基一直在制造战乱 并且不断的培养能够视神的人 从而来满足自己想要看到毁灭与绝望的癖好 于是洛基让这个世界上一个叫草地的家族里 生出来的男孩子都拥有怪物的灵魂和人类的肉体 而生出来的女孩子拥有怪物的肉体和人类的灵魂 致使这个家族里面 男孩子各个英雄辈出 女孩子各个为祸人间 然后在动画故事的150年前 草地家族诞生了一个叫草地命的女孩 本来草地家族是生女孩就会当场被猝死 但是草地命因为双胞胎姐姐替自己处刑而死 反而草地命被家族的人藏了起来 没有被处决 而其族地草地大蛇 曾有幸与草地命相见过 甚至草地大蛇爱上过这个同族的姐姐 随着时间线的推移 大蛇长大了以后 学会了各种家族的建计 并得到了吸血鬼的力量 获得了长寿的生命 本来草地大蛇拿到了士神的神器 准备去击杀战争的祸首洛基 结果草地命却受到了洛基的蛊惑 变成了怪物 拿上了另一把士神神器 拉比斯到处杀人 最终逼不得已 大蛇与自己的姐姐草地命展开了大战 并最终杀了自己的姐姐草地命 但两个士神的神器对撞 造成了大蛇的神器 当场损坏 失去了武器之魂 并使得世界出现了速到虚无空间 人进入这个虚无空间 就会当场化为灰烬 但这个空间也让这个世界 分成了多个地区 让会魔法的魔女势力 和不会魔法的科学人类势力 被分开成了里外两个结界的世界 互不干涉 从此对立进入了相对和平的状态 而草地大蛇 因为失去了士神的力量 从此一直消沉 隐居了数年 这造成了洛基对这个世界越发的不满 所以洛基一直打算毁掉这个世界重开 于是洛基假扮人类的身份 不断挑拨里外两个世界的激进分子 再度引发了里外世界的战乱 随后时间线来到了男祖小的时候 男祖的妹妹草剃素兮 本来是一出生就要被处决的 但是妹妹有着强大的诅咒力量 怎么杀都杀不死 并且妹妹还拥有白鬼夜行的恐怖力量 甚至妹妹还无意间杀害了 除了男祖和父母以外 所有的草剃家的人 眼界家族就要完蛋了 男祖的爸爸就带着男祖去找了草剃大蛇 希望男祖在大蛇这里 学有所成光复草剃家族 本来大蛇是不想管小屁孩的 多久男祖的父母也被害死了 大蛇同情男祖便收男祖为徒 而妹妹则落入了外世界的 审问会的管理控制 而在差不多的时间段 有一个叫做何珍的男人 发现了审问会高层不太对劲 于是何珍就开始左手调查 结果却发现了审问会的老大 凤萨月就是动画里这位 他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 人造人神仙洛基 不过同时何珍也发现了 古代神仙大战后遗留的碎片 新白流 在何珍的帮助下 新白流逐渐变成了人形 学会了人类的知识 而何珍私底下也聚集了 外世界和理事界 反派现有体制的叛军 希望带领他们有一天 实现里外两个世界的真正和平 但最终何珍和他的老婆 被凤萨月算计 遇到了理事界人格分裂的魔女 粗制滥造 并且两人都被粗制滥造 残忍杀害 而何珍的女儿 却被凤萨月带了回来 当作养女培养长大 而这个养女 就是本作的女组之一 凤樱花 而作为审问会作战部队的 王牌铁损人 曾经就是合成的好友 所以铁损人一直暗中 保护着樱花的安全 并暗中调查好友 当年被害的真相 随后时间线来到了 动画开始前不久 男主在大蛇这里 学有所成以后 为了能够有所成就 并希望未来能够 让妹妹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于是男主考去了 审问会的学校 想当一个审问官 而大蛇则待徒弟期间 重新燃起了斗志 等男主离开以后 大蛇就去了理事界 并找到了新的神器 永恒之枪 为了找机会灭掉洛基 即现任的 外世界审问会会长 奉萨月 大蛇做起了 理事界魔女学院的老师 作为理事界的和平派代表 等待时机去试神 然后就发生了 动画里的一系列人和故事 动画里稍微没有展开讲的是 主角团之一的 这个山波班纠 他在实验室生活时的 人造人女儿金丝雀 其实后来被草屉大蛇所救 带去了理事界生活 成为了男主的师妹 而跟男主是同学的五谷金业 其CP极永明 被魔女势力的疯子 凶煞 害死以后 极永明的灵魂 被带去了实验室 固定在了人造人的身上 为了让CP复活 金业一直在做 奉萨月的狗腿子 监视着周围人的 一举一动 好背景说完 紧接在动画剧情之后 就是正宗的 第五卷的故事结尾之后 男主和女主之一的真理 被大蛇带去了 魔法师们所存在的世界 理事界 并安排在了和平派势力的学校里面 希望男主在这里过上和平的日子 摆脱奉萨月的控制 并且大蛇还逼迫男主 跟自己的爱贱 拉比斯 谈恋爱 增进感情 以此避免拉比斯不听话 暴走 落入别人的手里 结果一人一见 还真就在这个理事界里 谈上了恋爱 爱上了彼此 不过好景不长 理事界里面激进派的老大 伊丽莎白 故意挑战 甚至要抢走拉比斯 最后 男主 真理 以及金丝雀联手 措手杀了这个伊丽莎白 并最终男主 他们等人决定 重新回到外世界 去与三无小队的其他成员见面 而在男主进入理事界的时候 三无小队的凤樱花小兔班纠 这些人 被判协助犯人逃跑的罪行 被凤萨月安排到了前线 对付魔女的部队 意图让他们做炮灰 但是在铁损人的安排之下 樱花等人并没有遭到太大的危机 但恰巧 因为男主 措手杀了基因派的老大 伊丽莎白导致外世界的魔女部队指挥权 落入了副官粗制滥造的手里 而粗制滥造是一个表面品德高尚 却同时拥有杀人狂内在的双重人格的魔女 还正好因为粗制滥造的这个养父 在她的面前自杀以后 粗制滥造才知道自己理人格是个杀人狂 致使粗制滥造陷入了疯狂 带着部队杀向了外世界军队的补给战 正好与樱花等人打了个阵着 樱花本来不是这个粗制滥造的对手 好在最终男主及时出现从理世界出来救下了樱花 而樱花见到杀父仇人后 更是气的奉过了仇人 樱花用神器把仇人变成了吸血鬼眷属 让粗制滥造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并命令粗制滥造不允许杀人 以此来让粗制滥造活着赎罪 而在铁损人的安排之下 男主及樱花等人见到了第三方势力 繁体制联盟的现任老大 星白流 并在星白流的带领之下 去了繁体制联盟的筑地 在这里男主等人结识了里外两个势力的叛军 并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随后在星白流的计划之下 繁体制联盟袭击了班纠以前所待的那个实验室 希望到这里拯救那些被拿去做实验的人 包括男主的妹妹 结果好不容易男主找到了妹妹所在地以后 此时妹妹已经被凶煞起了脑 说什么也不愿意听男主回归和平的生活 甚至妹妹主动投靠了凤萨月 要毁灭世界 好创造能够跟哥哥永远在一起的世界 最后本来用来拯救妹妹的神器 被男主拿去帮了一直在当卧底的金叶 复活了他的爱人极有名 致使金叶选择加入了男主的三五小队 协助男主对抗凤萨月 随后男主在星白流的指引之下 去寻找何真当年留下来的资料 去找寻打败凤萨月的方法 而铁损人也此时突然辞职 跑去找自己当年友人何真留下来的资料 而草屉大蛇则带着永恒之枪 跑来找凤萨月单挑 试图结束里外世界的大战 几乎这三路势力是同一时间 发现了何真资料里的真相 就是这个世界的神洛基就是凤萨月 并且凤萨月死了 这个世界也就完完了 不过在铁损人和男主找资料的这个过程中 遇到了凶煞的偷袭和暗算 为了保护男主 铁损人被困在了密闭的魔法空间之中 没办法出来 而草屉大蛇发现自己不能直接杀凤萨月以后 决定自己成为神仙来解决问题 于是草屉大蛇便开始到处杀人 试图吞噬足够的人类的灵魂 来提升自己的神格取代神仙的位置 美名曰以最小的代价灭了凤萨月 而新脉流则是遭到了凤萨月的偷袭 突然消失 导致繁体之派群龙无首 好在男主的威望挺高的 在男主的带领之下 繁体之派打算先把凤萨月是神的这个真相 告诉两个世界的人 叫他们暂时停战 结果男主刚带人来到这个外世界 就看到了自己的师父草屉大蛇 在滥杀无辜到处吃人的景象 就算后来知道自己的师父是为了拯救世界才这么做的 男主也不容许自己的师父滥杀无辜 最终男主带领自己的小队 以及用试神武器拉比斯杀了大蛇 但这时候凤萨月彻底不装了 他操控着男主的妹妹 让妹妹对男主及其同伴 陷入了白鬼夜行的恶战之中 男主的妹妹甚至用自己的能力 在地下缠食着这个星球 虽然男主几次三番利用拉比斯 在精神世界斩断了凶煞和凤萨月 对妹妹的控制 但是妹妹的能力已经开始暴走 受凤萨月控制的部分 依旧不断的在迫害着生命 男主只好带领繁体制联盟 开始消灭这些妹妹能力 所产生出来的怪物 这时候凶煞这货又跑出来捣乱了 甚至凶煞差点杀了男主 而凶煞找男主麻烦的原因 纯粹是为了好玩 好在铁损人没有死 从封闭空间逃了出来 并且铁损人发现了凶煞不死的原理 是因为凶煞吸收了他所杀的人的生命 让他多了好几条命 只要多杀死他几次 达到极限 凶煞必定会彻底死亡 于是铁损人和今夜的人拖住了凶煞 让男主趁机有机会去对抗罪魁祸首凤萨月 虽然中途男主再次被凤萨月算计 陷入了昏迷 但是星白流却突然出现了 原来星白流并没有在袭击中彻底死亡 并且星白流给予男主一定帮助 同时男主师父的神器永恒之枪 也此时出现在了这里 永恒之枪给予了男主的武器 拉比斯神格化的魔力 只要男主跟拉比斯的灵魂融合 便能让他们升格成为真神 到时候杀了凤萨月 世界也不会完蛋 有了这个保证 男主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冲破了凤萨月留下来的屏障 最终实现了凤萨月的夙月 得到了永恒的死亡 但是拉比斯不想看着男主离开他的伙伴们 所以拉比斯独自吞掉了凤萨月的灵魂 独自升格成为了神仙 维持这个世界的存在 给了男主与伙伴们重逢的机会 而凶杀被击杀了多条命以后 竟然从包围网中逃了出来 独自跑到了男主所在的地方 再次与男主相遇 男主都无语了 说你这个礁石棍是没完了吗 但最终男主依然是用 没有拉比斯灵魂的宝剑 砍杀了凶杀 结束了大战 最终迎来了和平 于是五年之后 星白流继承了凤萨月的位置 成了外世界审问会的大佬 并开始重新制定外世界的法律与规则 要与理事界建交 排除极端分子 铁损人后来回到了部队 维持世界的和平 组绝团这边 男主的妹妹后来被班纠带回到了实验室 并以威胁男主生命的方式 保证妹妹维持人形 不再祸害世界 凤樱花后来成为了审问官 真理后来成为了魔法学校的老师 小兔后来成为了铁损人部队里面的 王牌举机缘 男主则依旧留在审问会的部队里面 调查没死的凶煞去向 世界也就从此迎来了相对的和平 从此进入了新的机缘 而在番外篇的最后 男主已经娶了老婆 生了孩子 不过并不知道老婆具体是哪一个人 在男主睡梦之中 神器拉比斯再次出现 拉比斯祝福着男主 并承诺一生都会陪在男主的左右 故事到此也正式的落下了帷幕 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 对魔岛学院三五实验小队的 原作结局的大致剧情 各位看完以后 有啥看法与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 你还想知道 哪部动脉的原作 是在完结的本期视频 点赞过两万 我就三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 望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